黄宇翔拿到了局点 三个局点20比17 最后四线元是盼了戒内 这一分 林丹这一分 18比20 考验一个高水平运动员的时候到了 刚才林丹在场上还是比较定 刚才后场出现机会 他也不去杀球 就算他这一局输 决胜局他肯定能拿下 刘老师认为林丹还有筹码 现在赛出一分 19比20 他实力放在那里 他不会担心决胜局的 他已经是决胜局了 这次就是决胜局了 这次就是决胜局了 全场的观众都念一把汗 这一分球 其实都想黄宇翔决 对 20比17 拿三个局点的黄宇翔 现在被超级单连值三分 二十平 到了加分 二十平 林丹对这一球的判断也是 非常准确 林丹发球 哇 这个要是打到的尖内野出 对 因为整个看到林丹的重心 没有移到那个位置的 对 因为又是正手的刹直线 这些就是水平的高低 就看出来了 这就是关键分的时候 这些球是不应该失误的 其实对于一个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说 到场点哈 二十一比二十 这一次的东队小 四线看了界外球 那么比分就变成了二十一平 继续加分 场上好多还是喊黄宇翔 这是八一冬天篮球俱乐会的出场 但是人们就希望能够再看一局 林丹刚上往上的很快 王宇翔有压力了这一次的往前 刚才拿到了强点 刚才那个球呢 林丹给了王宇翔是一个很好戳的球 但是呢 林丹是站在往前 因为王宇翔在出手的时候 余光看到林丹的戳 他就心里就会有点压力戳 再次打平哈 二十二平 哦 二十二比二十三 这球林丹自己都没想到哈 他本来想应该就拿下了 刚才他也想到这球偏偏都度过 对 二十三比二十二 后面是观众帮 定命叫王宇翔加油 哦 这球也很危险 因为最后扑网的那一下角度并不是很重 林丹用自己的能力扑到了这球 虽然抓到了球路 我们再慢进回放看一次 二十三平 呃 现行的规则是加到三十哈 先到先得 三十之后就不再加分了 哦 哇 这球 哈哈 相当漂亮啊 再次拿到了长点二十四比二十三 从这个球就看得出林丹的心态非常放松 刚才这个球 王宇翔是搬完过去了 林丹也可以 啊 就过来 啊 王宇翔呢 对这球呢 也是没有准备的很充分 看来林丹还是想继续跟他玩 啊 球过去了 是的 林丹还继续跟他玩 对 不想马上结束 场面有些观众在喊 不会吧 这个弹网过去了 二十四平 这个加分看着大家提心到吊胆啊 到了 多对角 林丹就起来 稳稳地落在了界内 程度打着其心 对 王宇翔呢 这球呢 他想打完林丹的正手区 他抓林丹这个推对角 结果林丹呢 这个余光看着你移动到对角 哎 我就反吹你极限 好 二十五比二十四 再次来到了场点 我想林丹应该是要买单的了 还有五分才到三十 哈哈哈哈 借这一球 哈哈 吴志导 还没反的 还没反的 还有 林丹自己想闪开 让这个球出 让这个球出借 对 哦 财判改判就借了 主才反叛了这球 是吧 主才反叛了这球 是吧 主才反叛了落点 根据规则主才是可以反叛的 主才是可以反叛的 这个是 主持人是 吴云勇 吴志导 于建同 于老师 何嘉欣 那么下一场比赛是混双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比赛直播 就应ck wyd 吴志导 呀 啊 好 啊 有 我 啊 DF 啊